太平洋战争三部曲三,密史,来自斯德哥尔摩。 作者,左左目让。 译者,张文颖。 第四章,五,七月二十六日,卡塞尔。 卡车到达卡塞尔时是傍晚七点半左右。 格林一等兵把卡车停在了车站前的广场。 这座城市也差不多成了堆废墟。 车站附近的建筑物大多都坍塌了。 根据建筑物的损毁程度和仅存的墙壁的惨状, 大概可以知道这里不仅遭受了轰炸, 或许还曾发生了激烈的巷战。 残存下来的建筑物和墙壁上, 炮弹的炸痕和散落的碎片还历历在目。 满街可见的都是美军的野战俘, 可算是到了美军的占领区了。 从这里起, 包括法兰克福、 纽伦堡和慕尼黑, 一直延伸到奥地利、 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线以内的德国领土, 都被美军占领了。 法军占领的是德国西南部的莱茵河沿线两个地区。 那么, 接下来的事情怎么办呢? 还是让格温斯基来想办法吧。 森四郎望望四周, 格林一等兵从驾驶坐上下来, 随着森四郎的目光望去。 四月初, 美国第一军和第三军突围进入这里, 因为当时德国B集团军还驻扎在这里, 双方好像发生了激烈的巷战。 森四郎再次确认道, 听说好像有列车能从这儿到法兰克福的。 嗯, 能到, 不过今天已经这个时候了, 现在出发的话, 可能没有去那儿的车了。 不然, 你们等到明天早上吧。 明天一大早, 我帮你们安排去那儿的车。 早上出发的话, 中午应该就能到。 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你了? 森四郎一边说, 一边瞟了眼格温斯基, 格温斯基略微点了点头, 意思是, 住一晚明天再出发也可以。 森四郎便说, 那么, 我们今天就暂且住在这儿吧。 那明天早上八点, 咱们还是在这个广场见, 麻烦你了。 LIF, 我等你的好消息哦。 到了巴黎, 我一定会向编辑部强烈推荐的。 格林一等兵的卡车离开后, 森四郎问格温斯基道, 我们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, 没问题吗? 那些人不会追上来吗? 不会。 格温斯基好像内心坚信不一似地说, 通缉令应该只限于边境安检所以内的范围, 这附近的军队, 目前应该还没有收到情报。 而且, 如果我们半夜行动, 反而容易引入注意, 那我们找个地儿住下来吧。 嗯, 就这么决定了。 我想给斯德哥尔摩那边打的电话, 森四郎环视了广场一周, 想看看, 有没有能住宿的地方。 车站本来应该是有很多旅馆的地方, 可是现在这里却成了一片废墟。 当地居民的住房怕是都成了问题吧? 更别提能找个像样点的旅馆了。 看了一圈, 发现在车站入口的旁边, 站着一个举着个牌子的中年妇女, 牌子上用德语写着住宿, 一百马克。 看样子是经营那种家庭旅舍的吧? 森四郎和格温斯基两人走近一问, 果然是家庭旅馆。 如果需要晚饭的话, 加二十马克就行, 另外还说希望提前付钱。 格温斯基问道, 房间有电话吗? 中年女人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说, 没有。 的确, 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件极其愚蠢的举动。 我们想找个有电话的宾馆。 如今的卡塞尔, 哪有什么宾馆啊? 更别提电话了。 也对, 格温斯基苦笑着说道, 你家是在这附近吗? 嗯, 就在前面那个路口。 那就去吧。 需要晚饭吗? 嗯, 最好也有早饭。 那现在付钱。 那现在付钱。 付了钱后, 两人提着行李跟在中年女人后面走, 不一会儿就看到一幢被火烧后残留下来的建筑物。 跟着女人从一个人口进了那幢建筑物, 是个四层的集体住宅桌楼。 森四郎本来还想着是独门独户的房子呢。 眼前这光景让他有些意外。 虽说勉强在战乱中残留了下来, 可是也是相当破烂。 墙壁大多都剥落了, 房顶也是用现成的木头随便修补的, 还有没补上路着的地方。 一直上到四楼, 女人把他们领进了一个房子。 里面真是破烂不堪, 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, 就有两张桌子, 两个木椅, 再加上两个布凳子和一个衣柜。 就只有这么点东西。 衣柜上面摆着几张照片。 除此之外, 整个房间没有任何装饰品和纪念品之类的东西, 甚至连窗帘都没有。 在原本应该是窗户的地方, 用一张黑漆漆的纸贴着。 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搭拉着床单, 另一头的地上摆着一个脏兮兮的脚垫。 窗户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中年男人, 应该是这个女人的丈夫。 一条腿没了, 或许是在战场上负的伤吧。 男人留着邋遢的胡子, 男人看到森四郎他们连个招呼都没打。 就是这里了。 女人打开了客厅里侧的门, 床上铺置几张毛毯, 只有一张床。 格温斯基问道, 这里是客房吗? 女人回答说, 嗯, 有客人的时候, 这里该不会是你们的卧室吧? 你们不用在意, 没关系的, 我们睡那间屋子就行。 森四郎和格温斯基对视一眼。 格温斯基说, 那也没有别的办法了, 咱们今天就住在这儿吧。 森四郎说道, 我本来还满心欢喜的, 以为能洗个热水澡呢, 看来希望落空了。 等到了博尔尼, 随你怎么享受都行。 二十分钟后, 他们吃到了晚饭, 黑色的面包和卷心菜汤。 正吃饭时, 进来一个年轻女子。 女主人介绍说, 这是我们家女儿。 她看上去, 也就是二十叔头的样子, 个头挺高的。 看起来筋疲力竭的样子, 坐在椅子上取下了围巾, 应该是刚工作完回来。 原来是个三人的家庭啊。 全家三个人, 就这么挤在一个卧室里睡觉。 今晚又来了住宿的客人, 连卧室都不能睡了。 今晚他们怕是睡不了安稳觉了吧, 森四郎有些担心的想, 大概是我习惯了斯德哥尔摩的那种生活水平吧。 而他们或许对这种条件, 早就见怪不怪了。 晚上九点左右, 格温斯基去了电话局。 他说, 无论如何都得和斯德哥尔摩方面联系一下。 打电话或许得排队等一两个小时。 森四郎虽然也不想在这个平民库一样的地方多待一分钟, 可是行李还放在这里, 总不能就这么把行李扔在这里不管吧。 他只好留下了看东西。 森四郎把腿搭在床上伸了伸腿, 点了支烟正抽呢, 这时突然有人敲门。 森四郎说了声请静, 女主人应声进来了。 他小声地说, 要是你不嫌弃的话, 让我女儿陪陪你吧。 森四郎听明白了女人的意思后, 顿时觉得烟的味道变得很强, 他把烟从嘴里拿了出来。 怎么样? 女人问道, 她可是个美人呢。 不用了, 森四郎有些不高兴地摇了摇头, 我本来也没想住在这里的。 哦, 这样啊, 女人脸上倒是也没露出特别失望的神色。 那我们一家人也差不多要睡觉了。 你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? 房间的大门先别锁, 我朋友会晚一点回来。 没事, 他敲门的话, 我会马上起来开门的。 女人说完离开了卧室, 轻轻带上了门, 森四郎觉得好像门没关炎, 编下去确认一下, 果然还留了个缝。 森四郎便轻轻地关上了门。 格文斯基等了一个小时十分钟, 终于轮到他了。 康拉德先生, 电话局的职员叫到了格文斯基的假名字, 用手指着一个电话亭。 格文斯基朝着那个电话亭走了过去, 是车站附近还残存的一个建筑物。 好像邮局、电话局和其他几个政府部门一同在这里办公。 总之, 先充当了临时的电话局。 考虑到如今德国国内的战争状况, 能有个打国际电话的地方就已经很不错了。 格文斯基进了那个狭小的电话亭, 拿下话筒, 已经和对方接通了电话。 我是米法埃罗。 格文斯基自报姓名后, 大和田夫人松了口气, 放心地说道, 德克特尔啊, 你还好吗? 听起来大和田夫人的声音好像有点夸张。 格文斯基问道, 怎么了? 我这边当然一切都好了。 啊, 是这样, 我们这儿发生了件不得了的事。 不得了的事? 是啊, 昨天早上你们出发之后, 我丈夫就发生了交通事故, 现在算是保住了一条命吧, 但是病情还很严重, 而且事故本身非常蹊跷。 大和田夫人向格文斯基讲述了事情的大概经过。 还有司机向川死了的事? 听了大和田夫人的一番话, 格文斯基对于自己的猜测更深信不疑了。 果然是有人告密。 五官市有人向同盟国军方面通风报信。 格文斯基推测, 这个卖情报的人应该就是死去了的向川。 事到如今, 谁是告密者已经不重要了。 重要的是, 如今同盟国军方面已经知道五官手里掌握着重大的情报。 或许这份情报会让日本提前投降。 可是如今, 同盟国军方面有很多因素导致这封情报无论如何都不允许被送打。 美国如今正寄希望于新研制的原子弹, 希望让全世界都见证他们的原子弹的威力, 并震慑日本, 让日本投降。 苏联也是要在日本投降前参战的。 因此, 应该是同盟国军方面的某个谍报组织对五官实施了暗杀计划。 自己和森四郎被英军通缉的事, 还有五官遇到暗杀的事, 应该都是英国或者美国谍报组织密谋的吧? 应该不会是苏联。 因为英国和美国共同开发了原子弹, 英国理应是和美国保持步调一致的。 这样一来, 莫不是。 格文斯基忽然开始担心电话是不是也被窃听了。 因为不是他直接呼叫的对方, 所以即使安装了窃听器, 他也听不出来有什么异常。 但是他还是觉得有些可疑。 夫人, 我知道了, 其他什么的, 你别说了。 啊? 什么也别说了? 可是德克特尔, 你现在到哪里了? 噓! 格文斯基喝止对方, 你什么也别说了, 别提到任何地名, 也别说任何专有名词。 夫人你, 还有别的职员, 都请注意安全。 最近情况比较危险, 在医院的你的丈夫, 也一定要保证随时有人看护。 至于我们这边你不用担心。 可是, 德克特尔? 那我挂了。 等一下, 德克特尔? 还有一件事, 有个新闻, 有个新闻, 不过, 你应该已经有所耳闻了。 什么? 今天, 丘吉尔首相辞职了, 因为在首相选举上落败。 另外, 英国BBC也在刚才, 差不多九点半的时候, 播放了同东国军在波斯坦发表的对日共同宣言。 是英美中三国首脑共同宣言。 宣言的内容呢? 关于投降条件的。 我们的雇员现在正在翻译, 好像是军队要无条件投降吧。 苏联并未在共同宣言上署名。 我知道了, 那我一会儿也听听新闻, 你不用担心我们。 格文斯基没有再多说什么, 擅自挂了电话。 森四郎听格文斯基回来后, 说了斯德哥尔摩方面的事情, 不停地叹气。 五官被袭击了呀, 我们也是差点就丢了小命。 格文斯基表示同一地点了点头, 已经不能再胡思乱想了。 我们该做的事情, 现在也明确了。 怎么明确? 必须排除万难。 现在不是犹犹豫豫的时候。 格文斯基没搭理森四郎的哀声叹气, 翻了个身背对着森四郎, 盖上了毛毯。 三个小时后, 此时的东京正是7月27日的早上9点钟, 山邪顺三接到了副官室的通知, 此时正赶往海军省。 上级命令他赶到海军省, 参加关于波茨坦宣言内容的紧急讨论。 东京通信队于这一天早上6点30分, 收听了圣弗朗西斯科的短播放送, 把英文记录了下来。 当然, 陆军和外务省方面也一样。 看了遍原文后, 山邪首先想到的是, 比起当时对德国的态度, 这次要好得多。 比起克里米亚宣言, 这也算是相当宽容的劝降宣言了。 值得注意的地方有如下的极点, 没有明确提到关于天皇制的废制。 只说建立一个听取国民意志的政府。 如果就是这些的话, 接受也是可能的。 也不是说没有办法说服军部的强硬派。 山邪把自己翻译好的东西写在了笔记本上。 宣言陈述了同盟国军团结抗战的决心和军事的强大性, 表述了抗战到底的决心。 另外, 对于日本方面, 作为停止战争的条件, 提出了一系列的投降条件。 共同宣言中关于投降条件的部分, 语气写得十分坚定, 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。 我等绝不妥协于如下所示的条件外的任何条件。 条件不容改变, 不容放宽, 无其他选项, 不容延迟。 关于投降, 日本需要接受的条件如下所示。 一, 驱逐军国主义势力。 二, 同盟国军占领日本国内部分地区。 三, 日本领土限定, 本州, 四国, 九州, 北海道, 及同盟国军承认的诸岛。 四, 解除军事武装。 五, 处罚战争罪犯, 强化民主主义, 尊重基本人权。 六, 延续和平产业, 废制军需产业。 七, 建立和平政府后, 占领军撤出。 八, 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。 正好翻译完的时候, 米内叫他出去, 山协手里拿着笔记本进了大城市。 米内的桌子上摆着好几份材料。 应该是外务省和陆军方面提供的译文和参考方案吧。 也就是说, 关于宣言的内容, 米内应该已经烂熟于凶了。 你怎么想的? 米内问道, 山协看了看门是否关好后达到, 我认为应该接受。 要想和平的话, 除此之外, 已经别无他路。 同盟国军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, 估计不会再答应任何的条件交涉了。 我们再怎么花费时间, 同盟国军都不可能再给出任何对我们更有利的条件。 也就是说, 应该立即停止依靠苏联进行和平斡旋的工作了。 既然已经发表了这份共同宣言, 我们怕是也不能再寄希望于苏联了。 就算苏联全面支持日本, 英美中三国的立场也不会发生改变的。 苏联也没法让同盟国军改变初衷。 米内抱着胳膊, 闭上眼睛。 米内是做何判断的? 从他的表情上一点也看不出来。 非常好看。 感谢观看